在生活当中 的确有一些很仗义的人 他们遵守承诺 帮助别人 就像刚才大家所说的 他不拖欠别人工资 在乎在难咱不欠账 但是在爱情和婚姻当中 没有所谓的仗义 为什么呢 如果说在婚姻当中 有人很高尚 事做得特别好 特别为对方着想 但如果是真心相爱 你再怎么做得高尚 始终会被对方所牵挂 他说他不想拖累你们母子两 质疑要跟你离婚 事实上到了后来 他依然是跟你在一起 你一直在支撑着他的事业 所以咱在婚姻当中 咱们就做一个凡夫俗子 谁也别说我不拖累你 你也不拖累我那种话 夫妻在一起过日子 本来就是一个平常的男人和平常的女人在一起 同甘共苦 你为我着想 我为你着想 就像你现在甭想着什么 是不是会拖累他 是不是我要挣多少钱 给他们怎么样的生活 他其实现在要的可能就是一台袭击 可能就是此时此刻你对他的态度 你做好这个就可以了 而对于你来说你也别种想着把这个男人的自尊给维护好 把自己的男人能够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 他就是个凡夫俗子 他所需要的就是你对于他的支撑 无论是当年做小卖部 乃至于到长州去打工 真正在经营能力上和工作能力上 你是比他要强的 你也不得不承认吧 其实一直以来他是你的精神之争吧 对 所以咱就别撑着了 在这方面咱不如老婆就听老婆的 没目明白 该回家就回家 好不好 患难夫妻不容易 好好顾 我吃了 谢谢大家